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 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 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 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 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 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 如果焦虑、沮丧等情绪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让我们互相支持 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 基隆市仁武路和金一路的路口 12月17日的晚上9点多钟 路面市突然出现大量的积水状况 这类水公司表示 主要是下方0.6公尺的水管爆裂 大量的漏水所造成的 水公司方面是紧急派人 关闭水阀进行抢修 而这一起的水管爆裂漏水意外 影响大约4万户的用水 大量的水从路面穿出 整个路口积水成汪洋一片 这里是基隆市仁武路与金一路口 12月17日晚上9点多 突然出现大量漏水情况 巡逻员警发现后 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浇管 避免意外发生 分手在执行巡逻的时候 在任务路段 就发现了路面 突然有水自己噴起 他果然不不解释后 都整个不刀开 本所立即实施 现场的通所警戒 并立即通知 工程经营前的抢修 事发后包括当地文安里里长 及冲安里里长 与市议员同志委 郑文廷等人都到场关切 目前目测有两处的 自来水管爆裂 然后也造成我们道路的龙行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求 自来水公司 期望连夜可以抢修完成 我们来的时候就发现 以前那个整个水是 爆不来 那也都淹到汽油里面 那情况是还有一点危机 灾水公司货爆后 现场查看确认 是下方600厘米水管 因为长期重车碾压爆裂造成 立即进行紧急抢修 由于这一条是主要输水干管 预估影响仁爱信义 中正安乐中山五区 大约4万户用水 可能是因为 所以这个路口管线众多 车辆也缓码 重车碾压 导致我们在 人五路这一条 这个方向的一条600公里 直径60公分的水泥管 那有破水 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式 就是把宁静的这个治水阀 都把它关闭 来缩小我们停水影响的范围 然后快速的让这个管中的水 抽干来进行抢修 那目前影响的范围 大概是我们中山 信义 还有仁爱 中正 还有安乐 这五个区 水公寺也紧急派出水车到市区多处 提供民众取水应急 投资的就麻烦了吧 麻烦这个国富城的啊 你这人事的啦 如果是都 要做国富城先来跟他们说 你这人事的这就没法做 我们已经有布置了四个临时供水站 分别在信义 仁爱 还有成功 还有庙口 四个市场 那也都有里长来做联系 那我们也有巡回去加水 那另外还有 目前有三部的水车 在水 抢修人员冒雨开挖 预估最快12月18号下午6点修复完成 水公寺方面表示 这条干管已经被列为优先态换目标 将在与金融市政府方面协调后进行更新 避免破管漏水意外再次发生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好的 英语绵绵的天气 最适合来本书享受阅读的乐趣 经过两个月的整修 位于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阅览市一角的基隆书市 重新开幕 现在呢 要透过镜头 跟着基隆市长林又昌 一起开箱 充满北欧风格的基隆书市 经过两个月的风管整修 位于基隆市越览市角落的乡土文史市 摇车一变成为充满北欧风格的美丽书屋 比较跟以前的图书馆不一样 我们没有用所书号来做分类 我们用书店这种类似的观念 去分了七个大类别 就是这边是历史 生活 然后文学 然后还有基隆资料跟市政资料 还有海洋文化 还有艺术 不只改造后的空间明亮 图书摆放也仿效书店依主题呈现 更多与基隆有关 甚至还有难得一件 以顾立委及知名作家王拓 与基隆其他艺术名家的手稿 想要研究基隆 或想要来探读基隆的人 他其实透过这里所有的资料 能够阅读到所有相关基隆的一些文献 甚至包括市政的资料 那我都放在这里 那如果有一些是绝版的 我们会利用电脑查找的部分 可以让他们引印出去 这是牛丑岗 以前那很浅 这是那个后宫岛 后母岛 后宫岛 把它整个挖掉 主岗那是 对主岗 那这是以前 天妖和旁边 喜欢阅读也爱收藏书籍的 基隆市长林又昌透露 取名基隆书室 具有双重意义 书室有双关语 一个当然就是 一个以基隆为主题的一些出版品 还有相关的一个资料 所汇集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 越读越蓝的时候 也可以很舒服 很舒适 除了馆藏基隆书籍期刊 基隆书室还规划有策展空间 未来将收集更多点击资料及影像 成为发展基隆学的基地 也让民众更加了解 基隆这座城市的内涵 记者张旗滕金融报导 最近天气真的是又湿又冷 在入夜后的市区 可以看到路行者找地方取暖 基隆呢 有一群默默行善的人 他们是来自社会的各阶层 从2011年开始 每年的睡末寒冬 都会出现在基隆和台北两地 发送暖暖包和毛袜给路行者 而最小的成员到60岁都有 大家一起暖心响应 连日来的大雨 入夜后的温度都降到20度以下 街道上说有一些路行者 在街头上寻找保暖的地方 还有一群热心的朋友 最小的才5岁 他们在大人的带领下 从基隆到台北火车站 寻找路行者 不可以用就对了 不可以 口罩这个给你 这个公益活动一晃眼已经10年了 李昌万的大女儿李梦如 刚过20岁生日 借由这次的路行者送暖活动 从负责统筹规划办理 带领着十多位孩子们 一起关怀路行者 用爱来当成自己的成年礼 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后就是现在20岁 是法律的成年之年 所以就是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然后透过有用的资源们 然后来回馈给社会 出发前 大家在基隆文化中心集合 分配发送的物资 及说明路线 家长就带着孩子们 在雨中徒步寻找路行者 其实就是学温暖 也很荣幸 可以让我去参与跟学温暖 所以从这当中 我觉得师比寿更有福 这句话 让我觉得深圣的 烙在我心里面 晚间10点半 大家抵达台北火车站 进行送暖任务 虽然天气很冷 但大家的心却很温暖 那慢慢累积的这10年 其实有很多很要好的好朋友 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所以大家也是变成是 他们带着他们的孩子 一起来做一场很棒的一个生命教育 就对了 每一年的寒冬送暖 对于孩子们来说 就是一堂机会教育 关心别人也要蹲下来 用双手送上祝福 而不是用丢的 这一点小小动作 让孩子们学会尊重 未来出去社会 继续把爱传承下去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基隆市的明德国中 战鼓队成立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同学们是利用课后 还有假日时间来加强练习 克服各种的难题 而黄天不负苦心人 在12月初的泰山杯鼓翼大赛中 击败来自各地的强敌 拿下传统鼓主的冠军 消息传来全校振奋 就是这种人鼓合一的气势 让城里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平常更只能利用课后及假日时间 加强练习的基隆市明德国中战鼓队 一举在12月初举办的泰山杯鼓翼大赛中 击败来自各地的强敌 拿下传统鼓主的冠军 消息传来全校振奋 比赛是验证我们失利的比赛 我们去比了之后我们拿到第一名 当下我也很惊讶 但是我们拿到第一名 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失利 但是其实还是挺够的 希望自己能够加强 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好 把这项第一名继续转得下去 面倒冠军 面倒冠军这个 这个这个 面倒冠军名德国中的时候 就是心里当然就是百感交集 当然还是快乐的比例还是比较多啊 那时候我正在安慰着 掉骨棒的同学 经历了那么多练习 还有就是 就一些受伤 然后 可是我们还是不喊痛的继续拼命的打下去 然后我们每一场都要管理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身为明德国中杰出校友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也为这群小学弟小学妹们的杰出表现感到予有荣烟 特地制赠奖励金 恭喜大家 也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争取更好的成绩 战绩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以明德国中为荣 那刚才又到了学校 刚才看了各位的这个冠军啊 战股啊 让我感到深感啊 那会很振奋啊 尤其那个气势 不愧是啊 我们第一名 校方也非常感谢教练以及老师们的付出 更感谢市议员张耿辉 在战股队成立之初 积极为他们争取战股等设备器材 才能让明德国中为基隆市争光 那我们成军两年多以来 那也感谢我们的校友议员 帮我们争取的这个战股 那还有我们的林玉龙教练 加上我们印尼老师 跟同学都非常的认真跟卖力 你看从放学 六日寒暑假 这样不断的练习 那今天有很好的成果 希望我们能够再接再厉 好 加油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道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 并要记得三要准备及七步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裁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裁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每年积极评选 推荐优质的儿哨节目 相照于公共媒体的制播量 商业电视台的儿哨节目 是比较明显不足的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媒体 投入儿哨节目的制播 针对儿哨常会接触到的 新闻环境 也呼吁媒体要能够 避免暴力等等的负面内容 来保护他们的身心发展 原班人马 多了奖状还奖牌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每年都会评选 推荐给国人优质的儿哨节目 名单中常见到公共电视 客家电视台等公共媒体 所制播的节目 相较之下也观察到商业电视台的 儿哨节目数量比较缺乏 因为儿童不是主力的消费族群 所以不是广告商最喜欢投资的 而且儿童也被认为应该要被保护 而不受广告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儿童节目的制作对于大部分的 业者来讲都是不服成本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商业的这个电视台里面 儿童节目是非常稀缺的 那公共电视因为它有这个被赋予这样子公共服务的责任 所以它就必须长年的来制作这个文类的节目 那也很好的成果 那但是依照法规来讲的话 商业电视台也应该要制作这一类的节目 但是大家不是很有兴趣 也不是很愿意投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更需要鼓励 更需要鼓励 在节目制作深受广告主投放预算的现实影响下 常担任儿哨节目颁奖人的美观董事邱嘉宜说 人看到有媒体与制作单位愿意投入儿哨节目的制作相当难能可贵 现在的儿童 你要知道他们都非常的阅历 非常的广博 对不对 他什么都看得到 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有兴趣 而且要有内涵 要有教育性 要有知识性 要有引导性 要有启发性 那就非常困难 那你在节目的形式上 要在节目的内容上 要怎么去结合得很好 那我想这几年得奖的节目都是非常的厉害 那在形式上跟在内容上 都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 有的用动画 有的用实镜节目 然后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除了期待媒体界增加儿哨节目的制作 针对儿哨常接触到的新闻环境 邱嘉宜也呼吁媒体 能避免暴力等负面内容 保护儿哨的身心发展 在国外早就有很多人做过研究说 你电视里面太多暴力的内容的时候 那其实对儿哨会有一个 含话性的不良的影响 这个是媒体的含话理论 那还有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就是说新闻会造成模仿效应 所以当我们新闻里面出现这一类的 容易去搅扰他们的感受或是情绪的这种内容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说儿哨的观众 他们的承受力或是说他们被搅扰的程度 可能是高于这个成年的观众 所以为什么在电视的这个规管上 我们要去注意儿哨的保护的这个问题 无论是节目或新闻内容 对儿哨的身心发展都具有深刻长远的影响 需要媒体界一起努力 来健全儿哨的传播环境 第二十届的国人自治 优质儿哨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 也将在1月9号隆重登场 美观董事邱嘉宜 也感谢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 支持儿哨五星奖活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湾国乐团有感于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 期待用音乐带来温暖的力量 在19号的演出《破茧重生》的音乐会当中 描写新冠肺炎冲击下的心境 也结合了老中青时代的音乐 要带给观众朋友深刻动人的音乐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从蔓延到人们情感的紧张 释放面对未知的明天 台湾国乐团将以破茧重生音乐会 带给民众温暖与希望 四个乐章系数正年受到的冲击 蕴含人文关怀 陪观众找到生命价值 其实在这个创作的教堂曲的四个乐章里面 第二章是一个漫年 其实漫年其实在所有的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里面 所产生的一些不同的事情发生 大家都在说什么不起 所以产生很多生理事件 所以在这个第一乐章里面我写了 一个用一个我们在地的一个程度 有道教的一个东西就是在经文上面 那我取了它一个频率把它写出来一个旋律 那大家可能可以听到 那这样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于 在音乐的操作里面这种方式里面 它有一个就是在空间和时间上面的一个查理器 那就是到时候会有一个那个后台的所谓 他们会在后台演奏 然后跟台上的会产生一个时间差的空间感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个音乐会能够对于这个现在目前新冠肺炎 打扰了人的生活能够带来温暖 能够带来这个欢乐 然后进一步的让大家能够重拾希望的光好 这点是音乐会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点啊 我要以传统艺术中心的角度来看 就是今年的八月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我们聘起了江建波老师 来担任我们台湾国乐团的音乐中间 我想这是我们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期待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由 藉由江总监 他的音乐素养 能够带领我们国乐团 能够创造更多优秀的这些节目内容 另外音乐会也将以音乐史传奇人物 江文也的台湾舞曲揭开序幕 向台湾前辈作曲家致敬 今年国乐团也不乏许多创作能量与杰出人才 广受喜爱的低子节奏曲《成戏》 和阳琴创作《大舞山蓝》 演绎音乐故事 欢迎民众欣赏艺术家的细腻情感 同时感受疫情之下 用音乐散播的整能量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观众朋友有看过像画作一样的蛋糕吗 蛋糕设计师爱玲 她利用奶油霜在不同温度 产生油化水彩的抽象化效果 来结合拉糖花艺还有手绘花卉 让每一件蛋糕作品都美到不可思议 颠覆您对视觉的想象 将奶油霜在蛋糕上仔细抹出立体花卉 斑驳且具有层次的色彩 就像是在创作一幅彩画 蛋糕设计师爱玲 用奶油霜当颜料 蛋糕当画布 将蛋糕创作升华到艺术品般的境界 手绘花卉抹面的这一款 它其实就是以绘画的概念 会画花瓣花朵的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带一点点抽象的感觉 去呈现这个蛋糕抹面的部分 那因为它本身抹面就已经很丰富了 所以通常这样子的蛋糕 不会再做太多过多蛋糕顶部的装饰 会以抹面本身为蛋糕的主角 那它最后就会呈现出 像是手绘油画的感觉 以奶油霜为基底 将蛋糕变成可食用的艺术创作 最重要的是要掌握温度 才能呈现出油画或是水彩等不同的效果 奶油霜在不同的温度状况下 它适合操作的抹面 跟可以呈现出来的效果都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 其实最考验的应该就是 对于温度的变化的掌控 比如说你想要做出一个平滑型的抹面 但是温度掌控不对的话 你的抹面就没有办法变得很平滑 它就会变成粗糙的感觉 目前我的奶油霜抹面的创作的部分呢 其实光是抹面变化就有将近20种的变化 那这些变化之中其实最主要还是在操作上面的技巧的不同 然后对于奶油霜温度的掌控 会造成这些技巧的落差 然后呈现出来一些不同的效果 不管是平滑的感觉还是出招的感觉 跟客人的需求上面会需要达到一个平衡 艾玲的蛋糕创作在甜点界打开知名度 各种订单需求也纷纷出现 他都尽力完成 像是水泥大理时温抹面 甚至是方形蛋糕都难不倒他 以奶油霜抹面来说 我觉得目前遇到最困难的 其实就是方形款式的蛋糕 那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要求细节的人 所以其实当初在做方形蛋糕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这个蛋糕看起来真的是方形的 而不是边边角角可能没有这么的 就是这么直角这么锐利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抹面到现在其实 都还是最花时间的一种抹面 每次设计一款蛋糕就像是完成一件艺术创作 对艾玲来说关键点就在于 透过蛋糕分享个人的美感经验 我是一直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蛋糕作品 然后把我的美感经验分享出去给大家 那我觉得在蛋糕设计这条路上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尽头的吧 对因为其实就算是奶油霜抹面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或是奶油霜蛋糕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都会随着时间 然后全世界各个蛋糕师的一些创意 然后去不断不断地精进跟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应该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 因为它能够变化出来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凭着对艺术创作的热忱 艾玲走出自己的甜点之路 用艺术蛋糕颠覆人们的视觉想象 也在味蕾兼而传递幸福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以及中佳新闻YouTube订阅 就能够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和FM轻松电台96.9联合制播 欢迎您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立如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